- 环球网综合报道,印度尼西亚龙木岛Lombok,艺术学校的36岁女行政员马卡努·拜克罗里尔·马克能,因为街把校长偷情而迎来半年的牢狱之灾。 - 新加坡联合早报17日援引法监视消息,马卡努在2012年录下了一段对话,已婚的校长在对话中向学校的财政说出,和另一名同事的偷情情节,内容露骨。 代表律师说,马卡努事前曾多次拒绝校长的事来,他后来是被同事们舒服,才决定公开录音揭发校长的行为。 录音曝光后,校长开除了马卡努,并向政府投诉。 马卡努事后被控散播尾系信息,龙木岛地方法院原本判他无罪,但印尼最高法院上周五11月9日推翻裁决,裁定他触犯电子信息法律罪名成立。 带他坐牢六个月,外交罚款五11顿,约人民币23万。 马卡努在接受当地媒体访问时说,他认为最高法院的裁决并不公平。 他说,我只是一个受害者,我做错了什么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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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